在最新的一级新武林大会中,从前面比赛进起的任佳伦、王东成、董洁、秦兰等参加了这一轮的抢位赛,而登伦和安德尔贝比作为该场比赛的踢馆嘉宾来参与此场比赛, 常听说现任遇见现任多多少少会有些尴尬,然而黄晓明的现任老婆安德尔贝比与前女友秦兰相见,那种互动却让人大跌眼镜。 在嘉宾进入后台的休息室时,银行们之间都会互动一下,而最近凭借演续攻略,再次翻红的秦兰亲切得很,一进入休息室就拥抱年纪相防。 秦兰认识比较久的董洁,而其他艺人陆续进屋,他都很热情欢迎,直到杨颖出现,其他艺人都是坐着微笑迎接,而秦兰却是突然眼睛一亮,拼命的对着安德尔贝比欢迎挥手。 她的举动,让弹幕一下子沸腾,秦兰不是黄晓明前任吗? 天啊,什么情况?秦兰与杨颖不仅没有因为黄晓明这份关系的感到尴尬,还在打招呼上这么热情,真的让人看不懂。 然而到了最后,剩下秦兰与安德尔贝比没有跳舞,按照规则秦兰先跳舞,她的舞蹈结束后主持人听到杨颖。 不知道是否是商业护吹,仰颖不断地夸秦兰,在夸完之后干脆说不挑战了,认为赢不了,直接让秦兰躺赢。 虽然笔者不能否认秦兰真的很美,复长皇后真心很温柔,但是其实没有舞蹈功底的秦兰与淡淡还有另一位舞者,可做的这支舞蹈的技术性并不强。 秦兰与淡跳的也真心一般,所以对于仰颖跳都没跳就不挑战了,这种做法真心不懂。 更让人奇怪的是,明明已经决定不挑战了,却依然要把舞蹈呈现出来,大家先想想若是无论什么情况都是要跳的,为什么不干脆说挑战,而是在跳之前决定不挑战,反而要把舞蹈完成呢? 有谁能够解释这个意思吗?有弹幕网友说,他是过来走过场的,但是不希望出眼下一集,所以选择不挑战,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吗?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